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妹落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怀疑是她了 对 那妹妹有就是因为知道她有家事之后有提出分手 送信女子的遗体在主委渔港被找到 但当时已无名师伴侣 巧合的事无形中似乎有种连结 死者身份比对出来之前的一段时间 她女儿陆陆续续续有接到她妈电话传来的一些 赖的照片影片 那其中死者女儿觉得有一个影片 在洗澡影片感觉是死者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母女怜心吗 一个月后家属果真 就透过全国无名师资料 比对到送信女子的身份 妈妈有提醒妹妹说 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可能要小心处理 出去之后就没有 就没有再也没有妹妹的消息了 她妈妈也都没有对你提醒的 本来其实她那个女儿 已经结婚了 女儿说可以跟她住一起 应该是可以接受这么多年 七年过去了 年漫的送妈妈把丧女之痛 藏进内心最深处 送家人也没有搬离伤心地 只是送信女子的死 还是让家属有太多疑问 悍能与重启调查的那一天